文章来源 华人生活王 原本一场甜蜜的婚礼却被人骂惨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近日 一位身价百万的华人科技企业家 安德鲁 陈和他的新妻子 爱玛 沃尔德伦 在犹他州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 在现场遗留了大量的垃圾 一名当地的议员表示 这场婚礼摧毁了犹他州一个著名的自然地标基地 据报道 安德鲁 陈和他的新妻子 爱玛 沃尔德伦 两人来头不小 安德鲁 陈是硅谷知名投资人 身价不菲 而他的妻子曾获得选美皇后的头衔 据称 两人九月在犹他州风景如画的卡斯尔顿塔 举办了盛大婚礼 卡斯尔顿塔也是当地的一处知名地标 报道称 事情发生后 很多民众对于这对夫妻口诛笔伐 但这对夫妇事后在网上大量删除 曾在那里举办过婚礼的痕迹 根据当天婚礼后的照片显示 在地上散落着大量家具和垃圾袋 同时车轮印记也压在被踩坏的植被上 据报道 在9月3日婚礼的第二天 卡斯尔顿理事会成员塔梅拉 格里芬在从他的小屋步行时 偶然发现了这一混乱场面 他表示自己气得浑身发抖 他表示 他看到来自加利福尼亚租赁公司的搬运工 正在打包一些家具和婚礼用品 他还补充说 搬运车也留下了深深的轮胎印记 据称 他第二天回去时告诉媒体 垃圾袋里还有碎玻璃和食物 随后由土地管理局BLM的护林员负责清理该地区 目前 这对夫妇似乎已经将其社交媒体设置为私密 但据陈据称 发给他的27.3万名粉丝的已删除推文称 仪式上 我们发表了誓言 提供了美味的晚餐 然后跳了舞 他补充说 然后他们飞往日本度蜜月 根据媒体所见的BLM官员发给格里芬的电子邮件 这对夫妇获得了在地标基地举办活动的许可 只要是一个简单的仪式 带一个小白色帐篷 据社交媒体分享的视频显示 婚礼似乎规模更大 至少有两个帐篷和摆放着长桌 目前不清楚有多少人参加了婚礼 9月20日的卡斯尔谷理事会会议 导致格里芬和卡斯尔谷市市长贾斯敏 邓肯 致信土地管理局 抱怨这对夫妇在婚礼许可上的问题 信中声称 当夫妇获得许可时 他们没有提到 他们将使用发电机 雇佣提供桌椅的餐饮服务 以及将搭建一个24英尺的小亭 信中还说 他们用玻璃蜡烛点缀道路 并使用了一个厕所服务设施 据称这些设施在婚礼后的几天里都没有清理 陈氏风险投资公司Andreason Horowitz的视频游戏 和元宇宙投资者 他的公司作者页面将它描述为 移动 度量和用户增长方面的多产作家和领先圣印 他的新妻子于2010年获得了爱尔兰小姐的头衔 同时担任AI初创公司Spotide的负责人 截至发稿时 媒体还未能联系上 臣货沃沃尔德伦制品 和元宇宙投资者